我們今天臣幕故居素書樓學堂的各位學員 以及我們王國司星的所有朋友 大家好 今天我們的主題就是21世紀 現代書法文創的政案 這是我們今天的主講的一個主題 也就是復合我們今天時代的一個潮流 那我們中間裡面分成很多段來敘事 首先我們第一個就是一個重要的一個觀念 就是學習書法的一個重要的一個觀念 我們今天第一就是一個興趣 興趣的部分就是我們要兩個方式 一個就是耳朵木堂 家學圓圓 那就是要從小孩子 幼小的時候去培養 這是一個興趣的部分 從幼小的時候去培養 還有一個 如果是一個釋迦 蘇鄉文帝 從小裡面有家教老師 或是本身以前我們的 這個這個就是佛魯文儒雅的一個家事 所以從小就是一個文藝 那我們今天不是 我們用假日 假日的話 我們有很多的文藝 這個 比如故宮啊 比如我們全部故宮裡面 有很多的 留下來的 這些 前生的一些 他們的生活寫照文章 還有各個藝術場所 還有展覽 這個 就是興趣的一個培養 第二個就是獅子的部分 今天可能比較麻煩一點 因為兩次大戰啊 完了以後 我們那個 我記得小時候的時候 我們在寫書法 非常單純 第一個 紙張就很難了 在洛陽子貴 剛剛往白飛記星 那時候有一紫蘭球 還要找獅子 那幾乎 這個 農業社會 這個是有一點天荒可以談 那剛好我們 大陸 牽台以後呢 我再做一個評訊 就是我們 現在的藍藍路 歷史播法 那時候 剛好 由我們那個 儀佑任先生啊 然後 天才練長 那交代我們 文勳將軍啊 做這個 中路文經交流協會 那開始了一個 中路文化交流 那剛好 我們這邊 顧峰這邊 把我們大陸牽台的這些文路 做成顧峰博物院 同時 在我們現在的文化大學 裡面設置一個 中華學術院的書寫研究所 一些做詩的詩人 全部在這邊 然後 開始 咱來這邊的 國法 書法 這些開始教育 就是 從事這些 學校的老師 跟地方的相聲 這就是詩詩的培養 那時候開始 然後 我們現在 所有的這些國法 以前我很少聽到什麼領藍派 後來才有這個 那本來中國人 詩詩情情話 其實是掌聲的一個 閒情意志 變成詩詩 那是不是 我們有蘇蘭大學體系 還有我們現在 每個學校都有美術系 這就是詩詩的基礎的一個領藍 可是這些畫畫還是從 早期南南路歷史國館 這是第一批的 或是大陸來的這些 這個無人雅士 在家裡開班授圖 然後再架出來的另外一個領藍 那以前 這是日記時代的畫畫 所以詩詩 今天最麻煩的就是 我們的所有的範題 目前你看得到的 我們從商務院書集 然後我們大陸書店 還有日本進來的 這個 湯門那邊最有名的一個 兩個地方 就是那個 洪澎盛 最好 洪澎盛那邊的花鐵做得非常好 所以所以整個這些詩詩變成要去買飯題 那我們現在最新的就是廢洪堂 我們洪澎盛先生 廢洪南南 還有我們士大陸這一代的所謂書籍 然後文學的部分裡面 我記得最好的 就是藍台書籍 這個好像都電磅 還有我們的藝術圖書公司 這些現狀的東西都不見 所以那榮雅性慢慢就減少了 這兩次世界大戰以後 產生了非常嚴重的文學斷層 幾乎斷了半字跡 那我們現在的教授都是 五十歲早 又都是十足人 那以前是相當不容易的 那登槍時代 這個文雅的氣息 拿毛筆當然是一個基本的功夫 因為那個你們記不記得那個N字皮啊 前面是用鋼皮啊 叫Paka 之前 因為N子彈打下去才有N子皮啊 然後後來把這些寫到弄成 包括鉛皮啊 N子皮啊 這叫硬皮書 那這個每一個地區裡面都有彈的特色 包括麥克風 這個沾水皮啊這些頁的東西 他們把它規劃為硬皮書 這些也是另外一種書寫方式的 老師啊 培養啊 叫師資 那現在最大的書寫問題就在文學 因為不是一朝一日可以完成 所以各位 在弦老師的時候 就每個人的造化跟蜜蜜 有點重要 那只是叫你寫字 可是寫字裡面那個範疊後面 裡面都沒有範疑啊 你們現在目前看得到大概三百多本 這玄之又玄啊 這二玄盛 這就是我們意見日本那個道先生 他不是刺幾本 最好是通貧神 是不是就很難得 後來我們一直 早期我們從小也開始有寫這個 周記啊 日記啊 大小卡啊 現在好像都沒有 基本功不見了 所以這個 有帶大家 我們在一單位共同來議 這師資的培養太重要了 那興趣的培養就是 高層次啦 很多的畫廊 藝術廊這一類的東西 那師資大概寫一寫 也就是書法家 就不是這樣 因為有一種東西叫 是即興的東西 要有一點寫之處 有一點比較麻煩 還有一個 就是我們範疊的部分 第三個我們講到範疊 這個是一個 這是範疊的部分 範疊的部分 裡面 我們書法裡面有 範疊凱形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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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 就是我們寫範書的 比如說 這個人寫書法要 要展覽了 你寫很多種字體很厲害喔 不厲害 一個華老師拿到五個帖子 給你 草形立凱形草 一天你就寫了五題 你就 那也沒有什麼文章 就照顏啊 照草就展覽了 這個人寫很多種字 其實一教一天就會 不在這裡 是裡面的 範疊裡面的文章很重要 這一點要非常的注意 那我們 第一個 就是我們周的十古文的部分 這個筆啊 是用原筆 筆拿起來 原筆來寫字 所以用的比較用中文 那裡面呢 這個文章記憶 那內容 我 我的車子 已經準備好了 文章記憶 我的馬也整理過了 也來吃草 文章記憶 我 我把 所有的 馬跟車子 可是 車子前面要放馬 馬來拉車 這些整理都整理好了 我整理完以後 可以把它套上去 馬車可以開始爪動 這個是 去打類用的 你知道嗎 所以 這一些需要有解釋 可是我們的 書法會等於後面通通沒解釋 還有 你去選鐵 如果沒有一個好老子 你選不到好體質 因為你都用金的 別人跟你講 你去買什麼鐵子 就去買 這很麻煩 你就經過考驅 第二 第二個 就是 我們 立書 部分 那麼你在漢立部分裡面 先讓我們示範給你的 我們上面的是 我們的是 呂七杯 呂七杯 這是孔廟三杯注意 呂七杯 孔廟三杯注意 這是我們的七杯 蘭禧 姓姓 姓酒 甲骨肉 親立平安 他在講這個 在延世 他的聖舅 他的家住在魯國 他的親立 就是他的親戚 邻里 都是當官 他裡面有這種的記事 然後 這個是用 側峰去寫的 剛剛 前面是圓筆 這邊有一點 逆路 你說什麼 叫尖銳 有細 同樣三杯注意 這是一波三折 的寫法 這是我們 七杯 所以 接下去是 我們的 這個 楷書部分 楷書部分 楷書部分裡面 那我們看看 就是唐草的最多的示範裡面看得最清楚 今天出席者最好用的 這是九層公里千里 那 我們要讀他的文章 原來 我們一邊在想 歐體裡面就是 歐陽型九層公里千里 其實 大家沒有看前面 前面就已經講了 他說 九層 列全民 尾金 紅路店 為征風防禪的命令去寫的 所以這一篇文章 如果只有寫 歐陽型九層公里千里 是錯的 因為歐陽型九層公這個書 他去書寫的而已 魏征 九層公里千里 這才是真正全部的前選 這一點給大家注意 所以我們那個書筆 書筆上面也寫錯了 所以人有待商缺 研究研究 這個就是方筆記寫的 所以有靈有假 這種 比較 悲科的 這裡面 大家 各位同學注意 那個歐陽型長得不高 還矮矮的 寫字寫這麼盡修的字 這個 什麼書童其人 還被他打破 這個也是大家 來想想的 再接下去就是刑書部分 刑書部分 我們一般來講 這裡有一個 南庭八柱 中間有兩個版本 最有名的 一個是 彭仁樹的神龍本 一個是定武 定武 王羲之 這個定武 這兩個版本 下面還有八柱 也要儲碎糧的版本 我們來看看 很有趣的 南庭八字 它不是直接就寫上去 他們都是用 瞄空心字在填末 叫末本 所以這一類的東西 八柱裡面 八柱通通不同 你看看 前面你用那個 永和九人 第一個字開始 兩個版本就不一樣 格外不一樣 那你要寫哪一個版本 你通通靈緩的八柱靈緩的 靈緩一千遍 來 你南庭熙的字寫 因為它是秒的 家有天處的 所以 真正寫 南庭熙裡面呢 是他 兩百三十四張 四次個字的文章 拿來如何運用 這些篇文 這才是重點 所以我們 馬上有人去動腦筋來 叫極字 極臉 把這個藍庭拿來做極臉 做成對 這樣嗎 再給大家 有一些小朋友 給他們做常識性的 靈鐵 然後 其實 你把 這個聖教系裡面的文章裡面 不是 剛剛的那個 南庭熙的文章 最好的文章 最好的字 其實都寄到極王聖教系裡面去 極王聖教系裡面 也是把王熙律的字 寫了以後 有的字沒有這個字 他把邊防護手拿來寄成一個字 所以有的都變形 所以變成在寫字的時候 在模擬古代的字裡面呢 寫了八分半到九分半 很像的人就很厲害了 就高手 全部一樣的叫作弊 不可能 你用的工具不一樣 紙張不一樣 這一點也很重要 那我們 南庭熙裡面 在講這些雅齊的 這些文人雅齊的經過 有一個故事 還有當地的風景 我記得我們台北這邊有很多道友 聽說記南庭熙也完 結果那一天到那邊去 因為這些人不懂詩詞 前面要做詩詞 跑南庭這邊的 游到你面前 這個記者你不懂的叫滑酒 如果是愛喝酒的人 我在那邊多花幾倍 因為停到你前面 下一句你就要 這一點 說明換點故事裡面 看文章裡面 笑一笑的 旁邊的 叫取水流傷 這一類的東西 這個等故 這些文人雅齊 可是 有人都寫書法的 沒有 不足裡面沒有我們寫書 人到那邊做什麼 好熱啊 像今天一樣 那腳放下去啦 叫洗腳 那人 這是很可笑的 這玄學的部分 那再來就是我們聖教系的部分 聖教系 讀完了以後你發現到有一個 很有趣的 清風 朗月 貴族 起清法 以外呢 最重要一點就是玄壯起清 現在馬村起清的這一段 裡面呢 叫北條的函數 北條函數 這個 這個最後面 北條函數 厭松悟 以前中 行中勞力 就是 你有一顆淺淺的心啊 雖然走得這麼遠的路去求精 在行書裡面這一段 這個叫陳仲勞經 陳偶格 所以沒有感覺到疲憊 跑這麼遠的去取經 這是精彩的片段 這個完了以後 我們到了草書 草書裡面就是我們以王羲之為基準 中間有一個七月一日帖 還有一個 就是我們張系的寬草 好 張系的寬草這一列的東西比較接近現代很多人 寫字啊 這叫什麼 創作 是吧 拿人的墨汁啊 弄了一團一搓下去 整個橋壁變成黑黑的一塊 這個叫什麼 創作 現代創作 是吧 即使古人早就創作了 問題來了 現在 寫書法要歸極 不是拿著黑黑一塊寫一寫的 現代創作上 在古代早就 這叫細末 細末 這一點很簡單 你要榮 要榮蛋 有你控制 或是你的毛筆粘 磅邊的水 磅邊的末 跟畫畫一樣 出來的字的造型 跟它的動態氣勢 形狀通通不一樣 這一點 很重要 那 我們 除了這個飯腿的部分 大概是草 形 立 卡 鑽 有這一類 當然有很多啦 是不是 每一個草蛋 都有很多 但最重要 跟各位來講 寫書法最重要 先認識一千個字 叫千字 各種字體先寫一遍 一千個字 因為 鑑螂加布首 會變成四千個字 五千個字 這一點 意思類對 所以 到了宜潤先生裡面呢 他把所有的草素集合以後 就叫 變成 標草 標準草素 也是一樣 是一堆燃氣的 這一點 非常重要 這一點 非常重要 這一點 非常重要 那我們 這下去就是 紙筆的注釋 紙筆的注釋 但是 大家要注意 這個注釋 桌子 跟這個 離開十公分左右 然後 這個紙章 你的左手 是一條紅線 這叫木側 左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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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 木側 這個 毛筆是直的 這叫重 旁邊叫 嗯 叫重 所以 寫書法的人 一開始 我們小時候 坐的那個桌子 這麼小的桌子 那中間還給你用墊板切一段 你還一直坐這邊 男孩子坐這邊 那一個桌子這麼小 怎麼可能這樣去寫軟寫字 那當然是這樣寫字 所以那時候 第一個 硬體都沒有 後來是軟體 然後 最重要的注釋是這個 對準筆量 這個 左手這樣 然後對準筆量 再怎麼寫 那個策畫 就寫得很好 不會歪掉 那我們有一個切點 我們古代兩千年前就有書架 比如說這是一個書架 對不對 書架就可以把這個正面看著你的範疊 那我們現在沒有用書架 就範疊在左邊 對不對 看著範疊在寫字 對不對 那你的範疊在寫字 你的手就變成往右一樣 所以你這裡的寫字變成 你的重心不再一樣 在這邊 一辯子寫不好吃 重心不 就跟我們現在 這個打拔的時候 有一個叫做無樣 你打字機才會主 包括我們現在那個飛彈 一輛個道 古今 全部一樣 然後這個一橫一縱 這是一張紙張 當你的手放在上面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這裡已經是二分之一 這裡變成四分之一 目測 所以寫到一半程度的人 寫字不打格子 打格子是三流 懂嗎 從三流看起 寫字打格子從三流算起 那小孩子在玩的時候 用那個腳風舞去寫 就跟那個鳥啊 放在鳥籠裡面 有一天放出去那個鳥 不會生火死 叫這樣 延伸出現 延伸出現 你看看我們前面部區 我們有一些 上面有拉線 拉線的 經過投影 投影的時候 會有一個影子 像這個 這個都延伸出現 沒拉線 如果拉線的時候 會有一條彩色的線 咖啡線 咖啡線 咖啡線的時候 旁邊 你就會 產生一個困擾 因為有一條影子在裡面 變成你那一張畫 或是字 就受傷了 所以這一點 你也要用表背上的素顏 這個紙筆很重要 所以注意看喔 寫的時候 這個寫紙 這個手在這邊 這個在這邊 這個橫的在下面 這個在我們的碗在上面 這個叫枕碗 碗呢 用枕頭枕在上面寫字 所以這個不是壓下去的 那麼我們以前是直接這樣寫小凱是這樣 對不對 對不對 可是定點在這裡 這死碗那裡面 死碗 碗死掉了 你看那鞋 這個筆倒下去了 鞋跟中拉不動 這是錯誤的 所以這裡 枕碗 枕碗 它叫縱橫五指 這個一拉開 變成皮碗 碗提起來 再寫字 皮碗縱橫五指 所以我們前面部區裡面 我們前先生跟一些文人 寫字都不會寫很大 所以大概就是寸卡到中卡 寫字重 所以寫字重 剛好是這樣 來 接下來寫大字了 這裡很少 但是它的對聯 前生的對聯沒有很大 所以是這樣就可以寫出來 那真正的寫好的話 應該這個再提起來 叫懸軟環懸橫 這個很重要 這個 這是大 中 小 至於我們現在寫字 是這樣做的 叫做字 那日本人是塔塔米 那不錯啦 叫跪字 跪的寫字 那我們有一些 我們到現場 現場會好了 寫大字 那個叫站字 站著寫字 那我們腳要踏平 腳要踏平 然後這個呢 踏平了以後 你也是在這邊 所以你們懸軟 站著寫字 站著寫字也是這樣 也是這樣寫字 這個做著寫字 那寫的中卡 通通一樣 只是字的大牆 平的大牆 空間的大牆 所以很多人 喔 你很會寫大字喔 門外喊 寫大字就是墨水弄多一點 比大一點數 只當大人不是就寫大字讓 這是一種習慣性的東西 有的人就寫幾個字 寫了很大的字寫幾個字 就叫左江府 左江府 那叫左江府 真正的另外一個是抗文章 叫文養 這一點太重要了 那我們 我們知道子筆 子筆的 這個注釋 就是以外就是圓跟方 圓跟方怎麼區別 我們看到我們沈先生跟 齊公之齊先生 跟我們文靖茲王教授 他們在論典裡面 他說半生你書筆 不書大 就喜歡看墨跡鬼 不喜歡看那個碑啊 刀刻的 那我們來看看 刀 不是點點的嗎 刀是點點的 所以刻出來是點點的 你的毛 注意看 這裡是圓圓的 它寫出來怎麼會 怎麼會是像刀刻的呢 所以這個就是指筆的 高手 高手用筆的方法 所以它裡面 這個毛有比較軟性的毛 有比較硬性的 這一點也很重要 筆拿鐵 這個叫中鋒 中鋒 就是圓筆的部分 一定筆要拿鐵 側方 就是拿斜血 斜血 所以有靈有腳 產生不同的方式 這一點很簡單 我來示範給各位同學看 這一點很重要 我們來看看 這個 岩筆是這個 岩筆是這個 岩筆是這樣 岩筆是直接 線條 直接是這樣 向上下去 就是岩筆 這樣看得到嗎 這樣看得到嗎 要不要到前面來 大家可以走向前面 沒有關係 走到前面來 到前面來 到前面來看 到旁邊看 就不要在右邊 各位同學要注意 這個我們內部的人 叫死門跟火腳 什麼叫死門跟火腳呢 後面有一個洞 打一步還沒摸到 風站或什麼 打下去 在右邊是一個盲點 我在寫是我的手 會擋住你的眼前 所以看老師寫東西 第一個 在後面或是在左邊 是最聰明的 這點很重要 這個圓筆就是中鋒 直接拿了 這個筆就是圓的 全部是圓的 這是中鋒 這是中鋒 那 在寫字裡面有一種叫方 就有靈有角叫方 這是側鋒 所以筆拿寫的 比較像刀 所以這個一出來的話 這角度是這樣的 那我們前面再看的是這個 一眼一髮 OK 這很重要 還有一種更方忍 側鋒的 這是清朝環的遊戲 這個人叫金東興 這金龍 這個側鋒的 那當然 這個很有點方一定要會用 所以真正寫到後面的話 就是你要變成把三個跟一束一樣 這是圓的 這是方的 這個方的很厲害 這出來 有靈有角叫前鋒 顏跟方 公跟母的分清楚了 比較好辦事 所以我們在寫一個字的時候 高手是圓方中耳 變成再一個字 轉折一代 圓跟方中耳 還有一種是控制全部圓的 如果圓方中耳 以後就可以以後脫胎 變成自己的自體 自己的自體 創體 所以這件是未來 你圓方一定要寫得很好 這一點很重要 我們圓方的辨識再講這一點 就分辨 辨別啦 那接下去是比風的解析 就是剛剛我寫給你看 一定要分解掉 怎麼分解掉呢 同學 把那個 毛邊再拿一張給我 好 那譬如說 現在我們 用眼皮 我們一般寫黃皮是有人有講 這個側風下來 這個要勾 對不對 寫起來很芳芒很麗 對不對 好 各位 網路視線站個頭 就是側風 那 那剛剛我講的那一條線條是圓 叫圓 那就不一樣了 寫下去的時候 就會產生這種方式 這個筆寫出來 叫頓頓 還有一個最簡單的 這個是錯誤 錯誤 錯誤 就是一個納這個地方 這個很尖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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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呢 很秋來的話是圓這樣 這是尖銳的 這是尖銳的 所以有這種變點 所以有這種變點 把圓方 弄完以後 你就可以寫字 這很重要的一個方便 所以各位 學員來注意這些 我簡單的 將這些 來分析給各位同學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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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筆的注數 嚴方 變數 還有 我們來分解它 來解析 那由這些來產生一個字 來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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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一切 這個 做錯誤 brains 有 然後將來由這邊再代注到形塑的部分 是因為你用眼筆跟方把它做結合 轉折的地帶 所以它就變成這樣 因為有的地方、有的圓、有的方 都可以 各位,就可以這樣做 這一點很重要 以上,我們在書法竹筆的注釋 圓方背詩跟筆封解析和示範 還把它做到那個處理 接下去是我們眼筆跟方筆 比較比較 在換點辨識的部分 換點辨識的部分 好,那我們今天這個部分就是我們來講施竅子的木字明 施竅子的木字明就是我們九層峰以前明的前曲 所以它很多次在我們跟我們談 這個水跟糖有一點點很接近 這一點很重要 就是施竅子的木字明 那我們來看看 你注意看施竅子的木字明是屬於A的系統 所以它是稻科的 所以我們施竅子的木字明是稻科的 我們投影機上面的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漢割地極角 表示這個人是管什麼東西 紀兵隊 你帶起碼紀兵隊的將軍 所以施竅子不註明 每一個鐵子你就對它獨鐵 不然不知道它裡面什麼意思 所以這個是用刀科的方筆的系統 當然這個前面裡面還有龍門二十瓶這一類的 左邊 我們看看左邊 我們左邊的部分呢 是我們北朝裡面第一高手叫鄭文公 正恩公信證 摩崖科史裡面有益賀明 所以它用逆入 逆入寫出來就是這個型號 這個有一波三折的 一波三折的系統 比如說這種東西 這是原體的,這是我們N周的系統 R寫一個R 各位看到範疊上面的這個N周字詞 如果是這個R,我們寫到右側的這個系統 而這個系統寫出來就不一樣 寫出來就 那我們來看看 這是原體系統 這書字歐體的前面是俏子木住民的系統 出來兩個都不一樣 所以這個要注意一下 這個系統寫出來,顛方和動它 這是辨識的部分 這個部分是四孝子木住民的 文書安東長文 這是他的偷顯,觀顯 圓糾氣宿 這是他的觀顯 這個南梁文公 這個是他的地名,南梁文公 我們現在以前也很講的,正式 正軍之碑,叫正文公 所以我們講正文公的地方叫南梁,正文公碑 所以叫正文公碑 這個文公碑 就是他寫原筆的第一高手 我們以右論的標準草樹 一直從這邊脫胎 他集合各代的這個草樹 集合以後呢,叫標準化 然後中間裡面有預波殺者 所以以右論你看他這位 所以跑來跑去轉動 這個就是經過這個圖壇 以上,我們講到今天講到 這個人荒辨識這一段 再來就是 我們國學的潛修部分 這一段是我們國學潛修以現代生活之中的 心靈的互動 這個太重要了 這現在融入生活 這我們一點 最重要一點就是施持加強 那我們施持加強的部分 這一塊 施持加強的部分裡面 我們一直最愛的施 那是這一段 我們看到那個右邊的部分 這是施持 西山施持的部分 那這個是在剛好進入立秋的 第幾天 就進入秋天 這是一首我做的一首詩 叫秋山白骨 它就一場咒雨啊 西山清 下了這個雨啊 一大人掃一掃 所有的西山 山脈的裡面清脆 溫溫而動 從上自然 四起經 我常常憋著這個東西啊 因為要找素材寫文章 所以 好像 人家去起經一樣 哈哈 大自然是老師啊 見步如飛 汗夾背啊 很流的 像現在這種天氣啊 各位啊 有時候吹冷氣 吹一下 出去外面又來了 全身就是汗 汗夾背 去嘩咒匽咕咧 吹去咬咻咧 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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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中年音音 嚕! 拔一下 秋山白骨 一雕 秋天山青 冗雄 足年 史術冰 劍勞如意喊下跪 留意著重 手頂聽 這個聽可以變成聽 破音字 在這個地方硬腳用聽聲字 這一點很重要 所以各位在座去旅遊可以到任何一個地區裡面 你有感受 你就可以寫出文章來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接下去 大家下面詩詞 詩詞裡面每次讀唐宋詩詞裡面 在詞的部分裡面 大家都很喜歡東坡 東坡先生 蘇東坡先生 當然 那一首定皇坡是大家很喜歡甜的詞 到了2004年 我看一看 笑一笑 每個人的心境不一樣 因為他回城的時候 放官裡面被冰官 回來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事 你不知道 所以你心裡有七七的 定皇坡 那我們現在在閒情一致 我們一生中 人魂的部分的採集 我們很有感性很有感情 所以我會來 大家都是填詞 那我們也試試看 古人跟金人可以對話 會來一下定皇坡 那獨愛靈泉揮附身 我很愛這個 到大助館去聽聽那個潛水的聲音 在春天的時候 我想吹一趟春流啦 有一點 現在就是心靜啦 心情來了 很想去走一走 便如涼 涼血 賤若嘛 我穿著很簡單的 清裝 穿著涼血 我就出發 走路走得非常快 便乎 勇海 賤若嘛 就是走路 走起來 賤若如飛 這當然很瀟灑 被抱背著 這個就走啦 很瀟灑 一好坐路 寫福勝 拿了這個毛筆 開始要寫文章 這一生 清風 清風 東風 花柱醉 告訴這個 春風吹來 所有的花都醉了 這個 平文 東風 花柱醉 就是裝了這個 然後呢 山寧 這個時候 衣服有一點微冷 顛前 顛前 細木 茶陰寧 這個在山寧 這個 剛好要太陽下山的時候 這些好友 泡了茶 回首昌山努力兩處 再回想一下 幾十年來 你的人生走過的路子 有很多的肝毛 有很多的脫折 很多的區區 再數 再思考一下 再回頭好好再想一下 也都有山水 億多山水 億多錢 也充滿了感性啊 雖然沒有賺很多錢 或是榮華富貴 但是最起碼 跟大自然的接觸 還有那麼多的好朋友 走過的路子 必留下很久 可能你的文章 也多三歲 也多久 是你人生的感法 也確實 當然 朗柱醉能讓他一無三水 億無情 他不敢想像是什麼東西 但是我敢想像 我可以跟他對話 各位 詩詞應該要加強 其實古人會的 你也應該可以會 為什麼 古人那時候的公雞就是一支摸筆 他自在寫不好就要打屁股啦 就刷了 今天有那麼多的筆 還要穩定啦 是吧 所以 我們現在的資訊比他多 應該是 常常是一樣的 一天是24小時 其實可以做對話 各位在座的學院 可以試試看 這一點很重要 我們再讀一遍 冰風波 就是我人群 我用中原正印來詭辯 獨愛淫尊非博性 以言 行定 欲春年 便好 領海 見龍馬 潮沙 欲好 祝福 下族性 興奮 東風 花族水 三年 天前 石火 茶煙牛 維修 沖鬆 勒浪子 再次 勒豆三水 勒豆錢 頂勒轉走 還是我們做的 賈生的春天 這首跟你們共和 對吧 當然 我們寫書法的人要先有文章 才有字可以寫 現在就寫完這一塊 很多人寫過了 帖子拿來零一零就開展覽回來 這是在家裡練習 你跟外面的人接觸的話 這叫道勇 要論道的話 你要有東西 這才是真正的理念 我們今天來這邊的學演 要學習這個 不是只要寫字 寫字是基本功 我帖子通通寫完了三百多個帖子 一天一帖 三百多天練完了 問你什麼 通通不知道 通通不會 這怎麼整套 這邊打拳 一天晚上就把整套拳切完 第二天還是還打 為什麼 不會用 這個很有趣 這一點是我們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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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要放眼看天下 你要出去走 這一點太重要了 好 那我們這一段西山縱隆的部分 我舉例的這個地方剛好到紅森巴島 紅森巴島最有名的就是一個茶 叫港火茶 這一般人我們大概都不知道 我們台北人一聽到 這是洞點烏龍茶 那是木柵鐵怪兵 我在這邊是平林包種茶 或是鹿谷的洞點 或是我們無色山 我們大伊林的茶 我們松柏坑的茶 山靈溪的茶 笛山的茶 高海拔的這一類的 但是很少人知道的叫港口茶 港口茶是什麼茶 這是這個茶 現在在紅森裡面 港口茶 他知道很少的土地 那個地方哪 海風橋 海水又顯 人家在紅森裡 等待兩差別 是怎樣?是怎樣?是怎樣? 這是團隊的 地區後來我到當地區 跟這蝦翁隊兩個兄弟 剛好是這裡的主角 我們就在這裡 結果我們現場站 現場踩這個蝦仔 那我們現場坐 那你會發現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土地庚座很小 哪裡有那麼多的港口長 通通陪你 所以也是早天看見 混走長 所以這個很重要的 這一點也很重要 當然 我們在寫文章的時候 用文章來寫詩子 在變成書法的時候 你也要了解這個東西 因為你到現場 你會放感情進去 對不對 這是新建的問題 那裡還有鎚鎚鎚 當然是前程繞一圈剛好 查至旅的時候 到了明豐滿堂 很漂亮 依告明年九月份也多了一間飯店出來 很大的飯店 一到九月份 大家都關門的時候 竟然他要開店 這個很有意思的專曲 新飯店 這個叫西山中 那你聽流水聲 到高海把它吸一分多精 這一點很重要的 西山中 接下來就是陰裂熏湯 那你寫字裡面有草書 有那個狂草 所以它會有一種東西會飄移 這叫汪摩圖摩 所以你要這種電腦 那剛好這裡有一支琴 這支琴 在我身邊已經四十年了 四十幾年了 這支一百多年了 比陳達德還好 那我們就用很簡單的 很簡單的來試試這個音率 因為它需要一點韻律感 我沒有什麼 這很重要 你先別說 guest歌 在我身邊 这是很简单的一种传统的乐曲 所以在这个地方两条弦里面 你可以用你的毛皮在纸上续织 即使刚刚我已经用我的手指头在我的弦上面寝质 这点可能超多我们一般写字的意见 那我们用双弹双条的可以用这样很好玩 所以当一支琴在你身上的时候由你自己去玩它 这叫玩乐器 演奏乐器不一样它照规矩啊 所以什么最快的 大自然是老师去游玩 音乐乐器在你手上跟你玩 所以你就明白 玩音乐的人是最快的 写毛皮写字文章由你自己去动作 写出来的文章跟人家不一样 而且还有规矩喔 但是复活既往开来这种生活化的精神 这个就是一个境界的问题 所以各位 我的业绩通通别人送你 这很有意思 但是这一支例外 他要送我 我不要我给他200元 我无功不收入 这 一百元 一百元 诶 两百块 台湾沦乐器一年才两块钱 让你哭啦 这就是台湾沦乐器今天非常佛乐的力 希望在这个地方 叫潜入布局 是你的博写奖塔 大家好 我们文化 还有我们相关单位注意一下 我今天在武汉 我已经武汉了几十年了 赶快中文系加强 赶快所有的东西都加强 文化更要加强 不然吃足一天天的消失了 这心里有七几年了 所以为什么今天我还在这边 我已经七十岁了 这边还在讲这个 就是 文化大家一起来 相关单位多贴着一点 还有我们企业家多赞助 太重要了 好 接下去是 刚刚的 这位 后面钓了很多的弧琴 对不对 这位 我的朋友 他会做很多的这个业琴 尤其我们客家的 客家里面叫板鱼 我们岩子做的 有一种板鱼 有低音板鱼 很宽的 颜子做的 还应比较低沉 有一点感性 那有一种是 快板的 一半的 小的 比较尖锐的 各家各在用的 这高音 有一天 我到这边 刚好有一支 叫什么 陪你看录书 陪你看录书 我刚刚在找这个 三笔县 那一支 三选 结果他一听到 我要这一支 他家刚好收藏一支 九十几 九十几 九十几年的 现在刚好一百多人 也是一百人 是香港乐团的 那一支三笔县 那一支 琴竟然送给我 所以这种高环 有一天 我也把我最爱的东西 送给别人 送给什么 是喜欢他的 这个 那一种新建 有的一种新建 这个很重要 那这位是黄志满先生 我没问金融的老师 各位啊 市立国会团最前面那个 第一排的都是小孩子 厉害的躲在后面 好吗 这很有意思 这是张美德一段 所以希望大家应力 也要有种应力感 就要有种 你无妨写字 清清音乐 心讨心讨 我还能理念 你不说 这也有 非常好 非常好 感谢观看 这些我们 持持加强 欺赏众武 跟欲略信号 这是告一个段落 这一段告一个段落 就是我们国协潜修 以现代生活之心理互动 到这个地方告了一个段落 可以休息 没关系 这个之后再见 可以休息 这个之后再见 在座的各位同学 我们今天21世纪 这个书法文创的这一种正能性 就是现代化的一个正能性 中间有一些特色 就是用现场主题创作事实 现场主题来创作文 是不是 依现场主题 来做一个 我们用鲜然完整一键 充满心灵视觉享受的现代书法文创 第一个特色 就是依现代建议 这个风景跟行业办公室 或是你的居家 需要我进步 所以我记得 当初我们在吃饭的时候 有这个文化气息的地方叫月宾 是现代的山导寺隔壁 还有一个叫祝有之家 在总统的旁边 贵宾都在这边有餐 旁边全都是书法 然后 后来 有一个人来吐 第一间 台湾第一间 五星级的饭店 叫凯越饭店 这是将近三十年前以上 那一年是马年 现在是五年 是不是 是当年 他来找我 这间叫凯越饭店 要问你一个问题 因为他有一个设计群 设计群 设计群是什么 香港设计群 英国设计群 他们才问你 他说我要找台湾 第一个 要有这个书册 书属书册的这个书画册 这个书家 第二个 要有将来性的 会增持的书家 第三个 要有脑筋 未来现代规范的这些书家 好了 就找来了 好了 就找我去 他问了一句 什么叫凯越 我哈哈大笑 凯越很高兴 把那个以色列人 跟英国人 跟香港人弄疯了 就是找你 台湾店的拉姆 五个拉姆 就是全部合选 这是几十年前的事情 第一间 五星期看店 还有这个地方 因为 行风作浪 所以在请一个陵云 挂到两个 武令啊 关在里面 如果我们两个来处理台湾 当然有个事情 所以各位 现在去欠赏这些 那里面叫凯 凯字很高兴 所以他出来的画面 没有绿书 没有凯书 也没有钻书 所以是快乐的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所以在做 你们要做文创 心然就是很高兴 完成一件充满心灵 你自己看都要舒服 什么叫凯字很高兴呢 赚了钱就来这边 旅游回来住这里 雅籍住这里 都是高兴 所以肆必定是高兴 一定兴潮 行俗最练的 很重要 那我们第一个 就是依现代建筑风景 行业办公室居居家 需要布置 那我们看看我们今天 刚刚我们画面上 我们画面上 第一个就是居家庭员 这是我的家 我的家 我的家就是大厅 就是一脚 所以上面写个 当然 这个是比较少的 这个 王爷的座椅 你看 这是铁地做的 铁地表演 然后后面呢 丹梅 就写了一个对 吉祝南竹天青去 养竹养性 养股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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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希望用他的商號,或他本身來做文章 這個是在平林 平林,他也為了這個人很養,就要離國堂 他的太太,叫佳玉 他的這個商號,他的商號叫林連星 所以我就當地一看,哈哈大笑,這還是極限 上面寫個北四溪眼畫一宮,這一條溪北四溪 就是我們管制區域,不能有屋,所以這個地方 也是因為這一條溪裡面,什麼最多 苦花還有香米沒有五感的水 所以因為有了水源才有生命 所以這裡面的居民,他的造化、養育、教育 這些前附是這一條水的風,有了水湯的生命 有魚,可以賣 我們這裡辛苦一湯,因為這樣才能處理 有一個經濟,組成一個家庭 又有兼稅金給國家,又可以把自己家裡面 紅農業時代,開始慢慢的,商業工業發射這個時代 然後把這個門門整理一下,讓他更富裕 生活更富裕 就是凡家,又是可以辛苦的繳稅金 又可以御塘鋒,振興林家的水族 我們看看,林流品名所僑美 旁邊剛好有一條吊牆 下面是一條洗臉 在這邊可以經水生,在這邊喝茶好不好 這是一個享受,閒情抑制 玩偶佳搖野趣風,這是一個交換 比如像台北市戶邊戰區 難得清淨,耳根清淨聽水聲 鳥叫聲,又是茶香 這就是這個地區 這一間平林的茶行,茶房 他又有用餐,他的特色 你把它標竿寫出來 就是當年即興的 像北市虛言話語公,安家裕國裕堂 新國裕堂說,林流品名所僑美 環流佳佳佬,也去 各位同學 你們現在嘗嘗自己走一走 不要這種心境 變成為文章,注入書法 早行立改轉,依當時的心境之心 自體 這邊,最近普渡 這兩間,大家都在普渡 我們有一個提供的,叫仙宮廟 這是紫蘭宮 紫蘭宮最重要的是一個 宮廟的原文就是木古成宗 這上面木古成宗 由我來鑽石 上面,由我來鑽石 它叫李宣泛愛 這個,破坤島 上佈到整個 坤,就是台灣的簡稱 所以南部叫南昆森 這個神谷 紅森啊 醒世人 它很亮 這種聲音 啃 這很遠的地方 就讓人 讓你有感覺 驚醒 木古成宗 有一天 早上上課了 上班了 那個 那個鐘聲沒響 你會感覺他很奇怪 不知道 以為是鬧鐘 沒響一樣 木古 咚咚咚咚 開 那個人就下課了 你要種 甘田進行 這個地方 後面這個山叫佛山 所以又叫佛山葉 那我們這個地方 現在叫什麼 貓空 這個 貓空那兩個字沒有啦 看你也沒有什麼貓 所以我們文館局 文館局跟觀觀局 文館局要好好檢討 沒那回事 還能 那竟然是貓冷戰 還好像 沒半隻貓 叫武鎬 這點很重要 所以當地的人文區域是因為 那邊有一條溪流 因為 叫切割 那個 水往低處流嘛 結果發生在那個樹頭怎麼 低處流的時候 這一面怎麼有 凹進去的切割畫面 所以可見這條溪流是 當初是 一口變動 產生的 這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這一段是 紫蘭宮的 這個 鐘骨 最後我們做一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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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我們飯店 從我們商號 從我們這個所謂的 鐘廟 一直到我們現在的居家 還有一種叫伴手的 就是這個人 夫跟屈 你要把他拿來做對聯 叫砍頂的 又叫換手的 這個也很重要 一般是交際應酬用 還有一種是公司的 像我們國泰 那上台 國泰的這個產物保險 那門口就對聯 要發發 一個 一個字 香港人很喜歡八個字八個字 那是我賺的 我來賺行的 還有一種就是 你們經過這個 國家工業 玉山人 那現在廣片 因為 看到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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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過 超過幾千 兩千七百以上 就沒有那個熊 看不到了 雲海上不到了 那天氣也在雲的上面 那上面突出來的地圈 還有 你去過那個 這個 紫金門 這邊有那個後鳥 叫爐齒的 那上面的 寫到旁邊 也是我提的 叫黑獸無影 還有 現在 山東最熱門的 這是 三清道府廟 三清官 上面的 就是我要學 所以 環總貨幣留下 各位 我記得這一點 那你去你久婚嗎 久婚嗎 久婚啦 鄉主管 我提醒你 大概你跑到一個地方去 帶到我提醒你 你們吃的 台灣小吃 每個 我每年都有做一個業役 台灣小吃 從台灣走到台灣人 那還是不行 那你們 那你們 是有那個 茶 茶 在台灣的茶吃也是我寫的 一直到達國堂 台灣還有什麼 水果 台灣水果也是我寫的 所以有時候 不能當靠一個人 群眾的力量很重 就在座的我們學界的 這些同仁 同道 以及我們學院 還有 社會選黨 還跟我們吃完蛋了 我今天講這個是 不換 我今天講這個課 最後一口氣來跟大家來 應該要留給各位 把它刷出來 不然就有點斷場 最後 好 我們 今天在這裡叫錢牧部居 這個錢牧部居 又是一個國寫講堂 也是一個素素的 很文雅的地方 這對於我們東寫大 東武大寫這邊 我們對面又是我們故宮 是吧 這是我們國寫大師 錢牧大師 香港移到這邊 今天他的母親 跟將來要歸過版的這個 前面還有一點風波 所以我們這邊是佔用校地 公家之地 是不是 其實 好東西都保留了 我的感覺 他這個不是屬於東武大學 對 所以 所以這個地方 你看 我們從門口一進來 夾到 旁邊就種那個小枫樹 有沒有 有枫樹 有金茶花 田花 有沒有 這些旁邊 有一個組 屬東武大學的嗎 不是屬東武大學 不是 他的意思說 你不能再用那個 這個很奇怪 好東西 要保護 不是這個 我們來看 然後這些因為 叢林苗教 這個地方 是一瓦很尊重的這些房子 看起來很厲害 溫馨 所以 來到這個地方 能夠在這邊講一堂課 就是 夢想 這個 租金共勉子 然後 我就用這塊地方來做這首詩 叫 這個叫 我們這邊這麼久了 請問一下幾位老師 這邊 這邊有沒有人寫什麼大文章 這邊 什麼大文章 什麼大文章 大文章就是我們全部部局 啊 我不太懂 有人留什麼大文章 因為看到前大師東西飯這邊 就沒有人敢寫 大文章 是老實說有其他人在這邊揮好嗎 不是揮好 揮好大家都會揮好 寫文章 留這裡的文章 留在這裡掛起來的這種文章 能夠留大家在共享字的文章 不會 這邊是前生的家務 會掛前生的字 文字掛前生的字 是 我答一個問題 一個廟 一個廟會形成就是旁邊有很多文雅之詞 一個 叫 念塔聖教系 所有的狀元 不是狀元不行 所有的經過的全部放在上面才對 這個大家 你看看你們故宮的一張圖畫 旁邊一塊石頭 十個人寫文章 中間裡面讓你去文雅 雅雅 這一點應該突破 這是我的感覺 那OK 那我就今天也不寫了 熱血人也不會 我今天用講的 把我的感觸寫出來 給大家好不好 做個慈喘 好不好 好 這個 上面的 因為 這裡有一把琴 上面 有琴 所以 蘇蘇樓 叫蘇琴 魚 已經不見了 很不見了 繞蘇樓 但是 大家關入裡面 還有一種感覺 還在回答 所以叫蘇蘇樓 第二個 第二個 第二句 公主插畫 嚴禁優 從門口一進來 我們中的祖子 右邊上來接聽這邊 這邊還有田裡面有插畫 這條小鏡 雖然 雖然 範圍不很大 但是很優雅 第一字 聽選 諸子信 上面有寫個 我們 朱伯爐 先生的 裡面的幾個字 懷石小影 儲居憂 她 當初就是懷念自己的母親 以及將來 會退休的時候 她住的地方 所以我用詩句話 把我們全部故居 簡單的蘇蘇樓 用這一首小詩把它寫 我們再讀一遍 事情 魚印繞蘇樓 這叫蘇蘇樓 風族插畫 嚴敬佑 這也是很優敬的一個地方 第一字 聽選 諸子信 上面呢 我們 這是諸子的一個 幾句話 懷恥小影 持極佑 這是懷念自己 這個母親 子裡歸隱以後 這裡 這個地方 我用中原正義 把它讀一遍 諸子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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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這一首小詩來的各位共勉 以及這個 我們節目故居 素書樓 留下 我寫這首詩 跟大家來共同 做一個講座跟雅情 今天 我把 我的女子 今天的 二十一世紀所需要的未來誓 今天 來跟大家來 分享跟光明 謝謝大家 謝謝在座所有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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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員 還有我們視訊網路的 所有朋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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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